最近埃尔尼诺的现象带来了炎日干旱的气候 中油价格可能又要涨咯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宝新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日 埃尔尼诺现象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分析员就提醒 最很可能影响到中油的产量 进一步导致原中油价格大涨 世界气候组织已经说明 今年7月到9月出现埃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高达80% 摩根大通分析员就指出 根据过往的记录 这种干旱天气可能会推高中油价格30%至68% 不过在投资建议上 分析员就指出 就算中油价格飙涨导致种植企业赚大钱 投资者也不应该根据这个高度不确定的因素 来制定投资策略 因为分析就认为 现在投资者更关注ESG问题 所以就算种植公司的盈利提高 股价也未必会跟着飙高 来关注令吉的走势 马币继续跌跌不休 除了美元对令吉继续跌向4.56水平之外 新元对令吉也已经跌到马兴分架之后的新低点 截至下午3点 马币对新元再跌0.13% 两国的汇率已经来到了1新元对3.3952令吉的位置 打破了去年12月30号创下的低点 令吉对美元也连续第5天走跌 下午3点的汇率来到1美元对4.5640令吉 这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在本地政局存有风险 企业财报表现参差不齐 加上外围风险的笼罩 让马币的走势疲弱 安华上任首相以来 马币路德的长势 现在已经全部被抹平 人工智能AI今年大放异彩 不只是很多工作面对被取代的危机 不少网络科技巨头的前景也亮起了红灯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更是放话说 Google和Amazon两个网络巨人都会被AI取代 比尔盖茨是在一场AI主题活动中说 以后的AI助理可以理解一个人的需求和习惯 帮人们阅读我们没有空阅读的东西 所以以后人们不再需要搜索网站 也不再需要去生产力网站 也就是不再需要Google和Amazon了 微软投资的OpenAI在去年底推出ChartGPT 掀起了AI的革命 现在微软的老大直接点名两大竞争对手 不知道是吓唬一下对方 还是AI真的要推翻现有科技领域的游戏规则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油贸易昨天公布了亮眼的业绩 净利增长超过150% 赚3亿令吉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但是联昌国际投行研究 还是不太看好这家下游燃油贸易商的前景 因为我国政府已经表明立场 准备削减柴油的销售补贴 相信会冲击国油贸易的表现 而燃油零售量也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行价预计未来的增长将会放缓 所以给出了减持评级 目标价只有17令吉56先 跟国油贸易相反的是 双微建筑昨天交出的 是令人失望的业绩 核心净利减少了24% 赚2620万令吉 但却得到MIDF研究的继续看好 这主要是因为这家建筑公司 今年已经拿下了接近13亿令吉的建筑合约 这台首季就已经远远超过 21令吉年度目标的一半 收割合约的能力很强劲 而且新加坡新的预制厂房 也已经投入运作 相信可以继续贡献增长 所以行家看好双微建筑的前景 给出二令吉九仙的目标价 并即是买入 另一家刚刚公布业绩的是 霹雳运通 这家巴士车站营运商 今年首季就拿下了 1500万令吉的核心净利 符合达证券的预期 不过行家还是对霹雳运通的开销 提出些许的担忧 该公司这一季的日常和营运开销 比一年前飙高了71.4% 达到620万令吉 不过美罗综合巴士中站 即将落成 而这座中站也已经签下了 主要的租户 相信明年可以贡献 霹雳运通6%的营业额 所以行家还是维持买入评级 和1令吉55仙的目标价 赖了贵雳运通6%的营业 在标准以后 全部人的钱也讧品 在这里 维持乎 αν行为 可以贡献 咱智雅